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还有各位媒体伙伴以及亲爱的玩家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那我是来自PL的廖侃 那今天很高兴与大家有机会再次相聚于杭州 那么作为一名老电竞人吧 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让我感慨良多 还记得在三年以前 和平精英到底应不应该做职业电竞 其实还是我们一个比较小的团队在会议室当中去讨论的一个命题 但是转眼之间和平精英职业电竞我已经到今天 我们说已经成长为战术竞技品类电竞的一个领军者的身份 那么在过去两年多里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电竞产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些变化 那我们PL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不断地持续成长和进化的 所以今天我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逆势上扬全面破圈 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年我们PL上扬的这个部分 那么在PL的第三年 大多数圈内的朋友们可能都会认为 和平精英职业电竞已经应该步入到一个平稳期了 但是呢我们并没有止步 其实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大胆地对PL的这个赛事体系 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包括TPP模式的使用 包括长赛季 包括季后赛等等这些赛制的改革 其实都让我们的PL的联赛泛花了新的这种活力 我们来看一看2022年春季赛 PL我们的官赛人数同比增长了整整一倍 那么赛事内容的观看量呢也达到了182亿之高 我们的核心官赛人数 赛事渗透率 平均官赛时长等一系列的这种指标 都迎来了一轮爆发式的增长 那么与此同时呢 PL已经成为单赛事当中 我们俱乐部数量最多的联盟 俱乐部的粉丝总数也同步上涨了一倍 相关话题的这种观看量也接近上升了三倍 那么在商业化的层面呢 我们目前合作的伙伴已经超过了20家 100%覆盖了头部的这种内容版权平台 同时呢 我们也结合战术竞技赛事的这种特点 创造了20余种定制合作的这种商业模式 商业化的快速增长和健康的发展 我们认为是整个赛事和联盟前进最重要的保障 所以回顾和平精英电竞的这个发展历程啊 从2019年年底和平精英的联盟成立以来 我们一直在不断地适应大环境的变化 积极修炼我们的内功 在联盟的早期 我们通过持续链接传统的体育 推动和平精英的这个电竞体育化的历程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又持续去加大奖金影响力分层 让更多的合作伙伴参与到和平精英的电竞生态当中来 一起做大做强和平精英PEL的这种联盟影响力 然后我们又先后举办了PEC国际冠军杯 PSC和平精英超级杯等多场具备 广泛影响力的这种电竞盛会 并且提出了竞油联动等等这样的一些创新的电竞的商业模式 持续推高PEL联盟的这种商业价值 那么在去年的11月和平精英的亚运版本也正式入选 亚运电竞正式小项 这个证明了和平精英的电竞影响力 获得了主流层面的认同 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这样的积累和突破 让我们获得了现在的小小的成绩 那么PEL呢也从所谓适应环境的新物种 我们逐遍转变成了引领行业持续成长的这种电竞新力量 在PEL这两年多的快速的发展历程当中 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行业的发展经验 有这么几个方面 我们认为值得跟大家来分享汇报 首先在赛事制作的层面 我们首创了多路信号集成制作 多地远程交互制作 多战场多视角的观赛系统 可以说是我们重新搭建了移动战术竞技的这种 底层办赛和制作的逻辑 我们还创新性地引入了选手第一视角的实时跟随 战队专属的线上主场 虚拟人赛场融合等等技术 极大的降低了我们观赛门槛的同时呢 也大幅度地提升了赛事的观赏性 那么在即将到来的2023年 我们还将引入多地远程协同的这种新模式 实现半赛观赛 全面上云 我们希望链接线上和线下 为赛事的进一步专业化 乃至全球化的发展去打好基础 此外 那么关注联盟生态呢 一直也是PL得以成长和发展的基石 所以打造多元且极具价值的电竞联盟 是我们PL始终在坚持的目标 那么今年年初 J-Team K-1 VS 飘柔四家新军加盟到了PL当中 进一步加强了我们PL联盟的实力 那么同时呢 2022年对于我们PL来说呢 是至关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当中我们正式启动了固定的席位置 截至目前 在22年之前加入的20家俱乐部 已经全部购买了PL联盟固定席位 我们联盟的席位总价值目前也超过了20亿 而为了保持PL的这个联盟的活水来源 我们也保留了PEN与PL之间的这种联动 所以2022年获得PEN冠军的俱乐部 依旧将获得PL席位的购买资格 我们相信啊 一个开放的生态将会是最有活力的联盟生态 那么在联盟生态当中呢 PL的选手价值啊 也值得我们拿出来单独与各位来分享 PL的每一个赛季都会有上百位年轻的选手来参赛 我们希望啊 这一代全新的电竞青年能够持续的关注责任 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发挥他们的榜样价值 不久前老干爹俱乐部 他就用非常趣味电竞的这种方式 在杭州本地开展了一系列这种工艺活动 收到了当地群众的这种普遍好评 那我们的选手陈C也获得了杭州市拱树区 十家创新创业青年的这样一个称号 那么今年呢 我们PL还提倡健康电竞的这样一个理念 我们像联盟选手的33 SUK等为代表带动了21家俱乐部 135位联盟选手 共同开启健身之旅 响应全民健身的这样一个号召 而敢于表达自我 展现态度是我们PL最重要的 年轻电竞的这种特质 其中有一位选手非常特殊 他是来自VS战队的选手小七 大家关注过他的话 知道他是一名见动症的患者 在生活当中是厘经的诸多磨烂的 那么在赛场当中 他依靠坚强的意志 从玩家成长为一名主播 并且最终站上了梦想的这种电竞舞台 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这种热血和青春 所以这都是我们去打造我们的PL联盟 新兴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说完了我们的联盟生态 我再跟大家简要汇报一下PL的这种商业生态 和平精英是一款开放世界的沙河 沙河竞技的这种产品 大家都知道 它以开放的游戏土壤 是我们PL的这种基因 我们依托赛事文化的这种玩法 为我们的品牌客户也深度定制了电竞的内容 和营销的建议 也与电商啊 版权啊这样的平台进行深度的合作 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去实现高开放度 强定制性和高回报率的这样的商业合作模式 那么PL特色的这种静游联动 在这里我想举两个具体的实例 那么一个就是今年我们与乐客健身打造了首个电竞健身课程 以线上流量去补育线下健身 通过有趣的这样PL的内容 我们将刘根宏男孩女孩们从线上又再次拉回到了健身房进行健身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PL我们携手京东打造了首个电竞超频日 号召我们的游戏端内的玩家与京东站内的用户一起来抢空投 那么明天呢恰好就是和平经营一年一度的这种空投节了 那PL的京东电竞超频日也将于明天同日启动 那么以电竞运营来促进平台的这种销售转化 我们首次基于空投这样的一个游戏的核心的IP元素 进行创意的延展 结合京东商城的这种核心资源 打造了京东站内首页的这种空投互动 线上地图打卡 京东超体电线下活动等等这样的一些做法 搭建了关联线上线下用户的这种交互元素 那么以此来全面提升渠道大处的能力 也扩充了超频的这种流量池 所以这样一种创新性的将线上大处的单一场域 转化成超级大处的这种驱动模式 也是我们今年尝试的一个新玩法 所以可以说这里都是我们PL去积极探索新生态 新商业业态生态合作 尝试去粘合电竞与其他行业这种商业价值 共振的这样的一种生动案例 所以这个三年来我们的品牌影响力 内容影响力 还有社区影响力 都得到了较为长足的提升 那么电竞新物种也在持续的进化当中 产现了它的实质的质变 我们认为 那么我们认为和平精英的电竞体系 它脱胎于独特的这样的百人同场经济的玩法 所以天生它便于各个圈层的这种交流碰撞 那么这样丰富的这种圈层属性 就能够与百人同场经济的玩法特征 引导我们做出了进一步的思考 我们希望通过去渗透到各个圈层当中 把电竞带到每个人的身边 实现用户影响力 城市影响力 还有国际影响力的一种全面破圈 所以基于这样一个使命和愿景 我们将对和平精英的赛事体系 进行进一步的全面升级 帮助电竞生态全面破圈 我们将打通大众电竞 与职业电竞的通路 打通海内外赛事的这种晋级通道 帮助每一个圈层的人 都能够感受到和平电竞的魅力 在电竞舞台上去追逐 和实现自己的梦想 从5月份开始 和平精英大众赛事 正式升级为了全国大赛 在这个下面我们设了 城市高校全民平台生态 5个赛道 那么可能只有在和平精英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电竞赛场上面 我们才能够看到 在同一场比赛当中 能够见证快递小哥 白衣天使 等等来自各行各业的这种精英人才 与世界冠军进行同场较量 那么今年的12月 首届和平精英全国大赛 总决赛也将落地在佛山的南海 让我们共同期待 这样一个突破圈层的精英之战 那么我们在尝试地去搭建 区域电竞用户和赛事场景 进行融合的过程当中 我们研究发现 传统体育其实普遍采用了大赛场的模式 那么这个带来了许多的价值的畅想 但是这个其中也存在着 像商业模式其实还不够成熟 那么空置率也比较高 等等这样的一些难点问题 那和平精英的电竞是基于百人竞技的 这样一个赛事生态 所以我们设计了一种可能 希望能够去将全新的电竞和程式 进行合作的这样一个模式 我们整合了办赛能力 观赛场景 福利特权 商户资源 去依托PL 遍布全国20多个城市的俱乐部 根据每个城市的这样的特征和情况 去定制化地开展 电竞加城市的这样的一个 落地的合作模式 我们实现观赛用户 与参赛用户相互转化 最终我们希望能够探索出一种 具备着PL的特色 也符合国情的这样一个 电竞地域化的合作模式 那么也借此机会 跟大家预告一下 PL的夏季赛总决赛 将在8月18日点燃战火 那么冠军将获得高达 800万元的赛事奖军 并且拿到通往PMGC 全球总决赛的门票 那么同步呢 我们也将在全国15个省 开展地域化的观赛活动 实践刚刚前面所述的 这样一个电竞地域化的合作模式 那么每年的和平的电竞发布 其实都离不开来谈国际化 那么从2023年开始 和平经营全球赛事体系 将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升级 海内外赛事的生态将全面打通 此后我们每年的年终和年底 都分别为大家带来PMWI世界邀请赛 以及PMGC全球总决赛 两大国际赛事盛会 那么在接下来的8月11日 今年我们和平国际竞技舞台的 第一场角逐 PMWI世界邀请赛即将开赛 那我们PEL春季赛冠军RSG 将代表PEL的赛区 来参加这样一场国际角逐 与全球各路豪强 去争夺200万美金的奖金 以及国际冠军的这样一个头衔 那么今年年底呢 我们的季赛的名额争夺 也将格外的激烈 超过15个赛区的顶级战队 将为世界冠军的荣誉发起冲击 并且决定400万美金的奖金花落谁家 那么我和大家一样都非常期待 PEL中国赛区在世界舞台上 会有怎样的精彩的表现 那么今年PEL赛区 将会有4张出现门票 8月进行的PEL的夏季赛总决赛的冠军 将获得今年季赛决赛阶段的直邀名额 而亚军和季军战队 将获得季赛联赛阶段的两个晋级名额 当然还有最后一张门票 将在我们秋季举行的季赛 PEL赛区资格赛当中决出 那这样我们总共将有4个名额 去参与到世界冠军的决注当中 那么除了全面升级的国际职业赛事 今年我们的PSI国际主播公开赛也同样精彩 9月10日我们成都东郊记忆将迎来PSI国际主播公开赛总决赛 并将在和平精英的游戏类 B站 斗鱼 虎牙 快手等十大平台同步直播 那么届时包括中国 印尼 马来 泰国等等 超过百位祖国将汇聚一堂 也是围绕着百万奖金和冠军荣耀 去展开了一场角逐 中国祖国战队能否未免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所以整个和平精英赛事体系 应该说是从草根大众到职业体系 做了全面的打通 从国内赛场到全球舞台 进行了全面的破圈 全新的和平精英电竞赛事体系 已经基本成型 我们三年来逆势增长 也将迎来全新的进化形态 我们一起向世界进发 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发布的全部的内容 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和平精英 对PL的支持 希望我们下个圈里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廖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